哈喽,大家好,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有股友呢,就问我这几只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里面 按这个Joy Button,请我喝杯咖啡,马币10块钱 这样你就会向我问股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KP Resources 它的股非常的难看啊 已经是差不多跌了整十五六天,一直往下掉 红色蜡烛一直跌,从来没有青色 而且已经是几次呢跌破了这个52周星跌 完全没有止跌的迹象啊 顶上的这边一大堆套牢盘 已经是跌破了这个灰线 200天均线,蓝色线跟灰这个直着线 所以完全是没有止跌的迹象 我估计呢,它的这个Quarter Report 快要出了,很多人担心呢,卫视炸弹 如果你们有注意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电子厂啊 电子股呢,EMS呢 都是亏钱的,不是亏钱 都是比业绩都是不好 比起它上一个Quarter呢 比起它上一个Quarter呢 比起它的去年的Quarter呢 都是非常的不漂亮 所以我估计呢,这个 会影响到很多这些投资者 啊,尤其是它这个图真的是太难看了啦 一直往下掉 你锁不住了啦 有点担心啦 所以现在肯定 是不可以去借刀的 要等到它有这个跌之脚的时候 再打算吧 或者是说等到它这个Quarter Report 出来之后再打算 就不要进场 我估计呢,它应该 所以是有个小反弹的 但是最少要止跌回生鲜 所以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借刀 但如果你已经有股怎么办呢 老实讲呢 你在卖的话 就太迟了 本来应该在之前这边 这边附近的时候 就卖掉它了 就自尊了 现在脚上有点慢了啦 现在也是只有抱住它 看下它Quarter Report怎么办吧 啊,OK 这个就是我对SKP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Telecom Malaysia TM TM呢 它也是从这个5块9啊 一直往下掉 掉到现在是4块8 差不多掉了1块钱 可以看到它 从这边大概是4块7的时候 就弹上去 这边弹上去啊 弹上去 呃 但是呢 它没有能力突破这个 POC 也就是再次的占回去 这个200点均 下面人力又往下掉了 可以看到它现在还是往下掉了啊 这边是 一直往下掉 不知道在哪里位置跌 个人为这边有条蓝色线 投码主力线的蓝色线 大概是4块8 5.5 5.5左右 如果它有机会回到这个位置 4.8 5.5 4.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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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要跑可能就是暂时要满出去吧 这时候就暂时守住先 另外一个是OKA OKA很简单罢了 你可以看到呢 他现在被这个200天均线守住 暂时守住啊 如果跌破200天均线就是满出讯号 如果他弹上去呢也不要急就等吧 就等他突破这个0.78 0.78就是在调POC的时候再打算要不要进场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他有机会再次突破0.78 弹上去啊 可能就是一个马路机会 跌破0.765 满出讯号 另外一个是MKLang MKLang也是一样啦 可以看到了这边是200天均线 啊 跌破200天均线要卖出去 要进场的话呢 等他突破这个 啊 POC0.175的时候再打算要不要进场 啊 没有突破0.175都不要进场啊 如果你已经 这边有股的话呢 跌破200天均线一定要卖 啊 我估计呢他应该 短期里面应该是很难突破 这个0.175 所以如果有机会回到 0.175的话呢 也是暂时套立马 卖出去吧 最后一个是 SY Health Resources 嗯 可以看到他支撑在里 他支撑就是这条 筹码主流线的 灰色线跟这条 只支线 也就是0.31 所以他是0.315 啊 股判是0.315 跌破0.31的话 就是跌破这个 这个这个 灰色线 跌破整个筹码风啊 可能你就要考虑 暂时把它卖出去 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再弹上去的时候再买回来 呀 这个不要去嘴了啦 呀 这个有点 好像要跌下来的样子 0.31 又是他的最后支撑 跌破的话就要卖出去 ok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 建议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如果你要宝试我的话 可以 可以用这个supertanks 也可以用Dash&go 啊 也可以做这个members 来指示我的 谢谢大家